记者五百宣台北报道,107年只考英文科刚结束,考题充满生活化,十一驻行都入列,还有包含科学新知的利益、 Five、地球暖化与驾虫关系、种子银行等,英文作文则要考生从事社区活动,以老人服务、特色市集、 译文活动等三类则已进行撰文。大考中心副主任黄翠娟表示,英文科由入类式考生显示, 认为聚餐多元且生活化,有人际关系、医学、地球暖化、产业发展、科技新知、历史文化等, 让自然组、社会组学生都能作答,难度中间偏移,但非选择题的二句稍难。 中正高中老师吴佳映说,只考英文在词汇方面,词性分布平均, 第九题谈到形容经济发展惨淡的Grain叫难, 刻漏字题组则是考英文惯用语的文化现象,还有指甲白斑问题等, 十六题仓有陷阱,成功高中老师陈国泰说, 英文科较大挑战是篇章结构,取材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的面包, 盐税等如何引发不满,其中三十三题考了法国外来语个Bell, 一纸言误税,如果不懂而选错,也将连带影响其他题。 成员高中老师李仪话说,今年阅读测验不难,以科普为主, 有考脚态车发明历史, LiFi可见光无线通讯运用, 甲虫体型大小跟气候变迁关联,以及种子银行的局限性等, 且每篇都有粗体字,考生不能用字面意思, 要根据前后文推敲解答,但选项, 语义等都相对去年简单。 松山高中老师陈可欣说,英文飞选方面, 翻译题谈低价跟速度在消费社会中的议题, 以消费对环境伤害,切入现代重视的素养和新价值, 英文作文则好发挥,贴近高中生活, 用其服务学习,参与社团等情况, 要学生规划社区活动,并从老人服务, 特色试集,译文活动等则以撰文。 若考生尝试书写特色试集的设计, 再结合其他社会现象等做解释, 教义高分,今年舞标,台北市高中英文科教师群认为, 题目较去年简单,过往容易失分的阅读测验的难易度下降, 单字也不接色,认为今年分数会较去年提升。 大考中心指考事务召集人沈青松表示, 英文科共有5606人报考,2243人缺考, 实际到考人数48363人, 到考虑95.57%,跟去年差不多, 另透露事务状况。 上午考国文时北部有某学校的三间市场冷气出问题, 紧急修复无碍, 中部则是下午碰到大雨, 某学校的一栋三层楼市场小漏水, 让一部分考生搬动桌椅避开, 该校决定明天更动市场。 大考中心将追踪, 请校方务必通知所有考生, 市场更动资讯。